一周一书,永不服疏,有书有淫,无怨无悔,请给我七分钟,看我为你精读一本书,并找出三个学习重点,外加,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来,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袁长川,你们可以叫一下,或者是智慧老人,这是我们2020年独师C计划第二次的播出,为各位选的是这一本, 预思未来,这是一本由Rawen Gibson加Mike Porter等15位世界级七世大师的访谈精华,把他集结成册的一本书,主要谈的是如何构思未来,很多人都以为未来只是现况的延续,像通往眼方的一条平坦道路一样,可以预测的和可以控制的。 也有很多人以为所谈的事实变化是联系性的,是现性的,其实这些错误老旧的现性理论,linear theory,被混沌理论,care theory,完全推翻。 当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多元的时候,变化就会渐渐不再是现性的,可延伸的,或者是可预测的,所有的变化没有必然的关联性。 所以,幻常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就好像我们常常说的,辨识常态,不变才怪。 当代物理学家,企图从不规则的变化现象,找出概率的模型,可以用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我想这就是混沌理论,能够比较具有科学化的,预测的主要的源头。 这本书作者是罗文·吉普森,他是在伦敦出生并且受教育。 目前是一名企业界知名的顾问、创业家跟演说家。 他和欧洲最大的广告经销网络,有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 他专注于创新国际性的市场策略,并且提出独到见解的企业经营理念。 所以在规划未来的步骤中,他总共有六个步骤,大概有三个考虑方向。 第一个是言者至上,所谓的言者是个人跟企业伦理道德观念。 最基本的,比如说诚信、正直、公平、承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把它奉为规念,Enter至上,绝不改变。 第二个是竞争的优势,很多公司迷信,追求新气管理念。 然后希望能够改变现状,增强效力。 可是这充其量只能维持竞争力而已。 所以Mike Porter他认为要紧的是要设法塑造竞争的特色,主动掌握命运,创造竞争优势,免于困兽之斗。 不只要做得更好,而且要求变化。 第三个是控制跟成本。 企业的目标是赚钱,不是省钱。 所以必须把焦点放在控制,而不是成本。 这本书是1999年2月中文版出来。 今年2019年康号20年。 那20年前的书所提出来的概念, 20年后现在读起来还是津津有味,还是如胜利其境。 20年前的义言,现在都一一实现了。 所以我不得不佩服这一些世界级的专家,真的是大师中的大师。 继续刚刚三个步骤的话, 接下来后面三个步骤,也就是我们的学习重点。 第一个就是领袖中的领袖。 华伦·伯尼斯称为21世纪的优秀新领导人,就是领袖中的领袖。 他们能够授钱给各单位,任用各类人才去规划未来, 以民主化的策略来管理员工, 并引领大家去了解人生的目的跟意义。 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们喜欢改变满怀期望、热情跟企图心, 会创造出一种适应世界的文化。 第二个学习点是未来市场的蓝图。 所以从人口成长起现, 婴儿草已经变成退休草, 可是银化值还拥有一颗少年的心, 或者是青少年其实已经是小大人, 所以不能光凭表面来看。 目标客户已经分得很绵绵蜜蜜蜜, 最好能够让客户参与产品设计, 并且做互动性的买卖。 所以行销者应该注意, 把焦点从大市场区割已经转向Niche Market, 因为是有利基, 所以就能激励。 所以21世纪的每位行销者心中, 都要有一张未来市场蓝图。 最后一个学习点是网际网路。 Nesby在25年前就指示, 思想本土化, 行动国际化的新经济。 所以超大型多国籍企业, 会精简成中小企业, 甚至现在风行的新维企业, 甚至是一人公司。 所以成千上外的外国人跟企业家将彼此的构想, 以工作的媒介相互融合, 产生成万上亿格的组合。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不就是当今的网际网路吗? 所以在未来的网路经济中, 悉尼人掌控的悉尼公司, 其实早就成型, 担心会不会失控的问题。 以上六个规划未来的步骤, 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所帮助。 21世纪的企业, 会在改变中保持领先, 不断修正产业, 还有创造新市场, 开通新通路, 改写竞争规则, 成为一家勇于反现状的新企业。 21世纪的个人, 会在网际网路中, 胸怀未来的市场蓝图, 建立顺时竞争优势, 赚钱第一, 沿者至上, 成为一世未来的新领导人。 我感慨说, 人无眼力, 必有禁忧。 如果要送给各位最后一句话的话, 未来血是一门永远修不完的鲜血。 OK,再见,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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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